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特上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在每周二周四中午的1点15分到1点45分 继续跨镜麻辣汤阿米天天看 那今天我又把一个老机友骗到了我们镜头面前来 尹鸿,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名字不是那么熟悉 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在行业出现了 之前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很多关于他的风风雨雨 花边新闻 这个跟姑娘之间的这种我不知道是真诗家的经文 中国式传说 这个欢迎尹鸿跨镜技术会的创始 尹鸿好久不见了 非常感谢阿米哥 然后请我今天过来喝茶 然后我也很感谢了 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我做跨镜其实8年了 亚马适行业8年 之前的话05年出道的 之前做B2B 后来转到B2C 其实说上起来已经有差不多见15年了 大家知道了15年的老兵 那尹鸿可能大部分人对他的认知应该是就像我一样 应该是在三四年前了 那段时间也挺活跃的在做一些像培训啊 富华啊带云啊 然后现在我是今年第二次看到他 上一次我们见面应该快有两个月了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了 今天是那个2020年8月 我忘了多少 应该是9月份 我们这个节目应该9月份才播出来了 那两个时间下来 我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 上一次你来我这的时候 我们聊了有快三个小时 有三个小时交流的 就是说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具体情况 包括就是说行业的一些现状 我觉得从阿米哥呢 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歧视 因为我比较欣赏他的就是说 对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传播 就包括我他介绍的话呢 也就是其中一个点哦 因为本身呢我做交流前也比较早 然后在过去的几年那里 也经历了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风波 然后也起步比较大 高峰的时候呢反正说也扩张到 反正行业内吧 就是说一年的话也有 反正说一两个月 但是说后来的话也掉到停场的 所以说在那段时间就痛定失痛 然后呢重新回归一下平台 然后再梳理一下现在的现有期到 然后希望就是说能够有更大的一个机会 然后也借此机会的话呢 像同行啊还有一些上边的朋友 打个招呼问问好 在上一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陈明慧 一个这个14年老兵 那这个Andy呢 其实从08年开始啊 到今天也12年了 12年12年一个轮回 一个轮回 我们都能说在跨境出口电商 其实有很多的神话 刚刚以后Andy还在跟我聊天 问我我女朋友啊 是不是行业的人 我说我不敢也没办法 在行业里面找女朋友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行业里面的太浮躁了 太浮躁 浮躁是因为DT区有跨境出口电商 有太多太多的机会 太容易去造就一个成功的一个神话 那相当多的神话 其实到最后证明有相当多是真实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91516年看到的Wish 比如说我们今年去年看到的很多做独立战 做防疫用品的做口罩的啊 一些995后90后一部分的一些老卖家 迅速的就把这个销售都做大了 而我们这行业里面就是因为充满太多太多的机会了 说不好听点啊 跟着我们这么一个这个做做内容媒体的人 日子会比较苦啊 我们跨地电商的姑娘看不上我们这种最苦的 应该是找Andy的 不过他你要结婚了是吧 我今天当生 对今天要当生了 就是说呢 我感觉这个行业的变迁它很神奇的 因为说疫情期间的话 你比如说像口罩啊是防疫用品 其实说大家壮的是国难财 我们不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很好的爆发点 对吧 当然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每年都有的 但我们也不失望 以后这些产品会急爆 因为说一倍就死干多的人 对吧 我们从出现 从内心上失望的话 做一些正规长久的一些产品 因为我是08年开始 以后呢 路日是有机会来接触这跨境电商的行业 从顺麦通再到Vis 再到现在的亚马逊 所以我感觉的话一路走过来 其实说呢 做的长久的话 都是供应链强势的卖家 他不是说因为你运营手段有多厉害 多厉害 就是说我记得在我们1113年 从亚马逊开始做的时候 做上手页 所以根本都不用现在那么麻烦 那么的手段 在当年已经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原来一个产品 就是一个关键期 能将它将手机壳 将平板套顶上首页了 很简单的接触手段 但是今年又现在又随身这种手段的话 除了干得了一个买家号 还有一些基研的机器 成本也比别基金高了很多 而且的话我觉得做的长久的话 我最佩服的是那些卖手机壳的卖家 做手机壳的卖家 对手机壳 为什么 因为手机壳的话 它当价呢 虽然说不是很高 但是呢 它要上上去的话 你打广告打不动的 你可能杀过200美金 一天出不了五六单 所以说呢 它只有通贵是基研和技术手段 不动的车 不动的送 在亚马逊才有机会突破 对吧 对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我现在所处的行业 就是有点跨业不行的 就是独立账也做 亚马逊也做 那我感觉的话呢 亚马逊和独立账有相同的地方 那就是说呢 你又怎么样来 你会将你的库务职员好好地 援导到 从亚马逊援导到独立账 或者说 因为我感觉独立账的扩当价 会比亚马逊高很多 对吧 因为我自己就以前跟阿米 米哥也曾经有交流过嘛 就像我们现在 独立账的话 比如说也扩展到三四百个了 所以说不多不少 但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们的一个突破点是哪里呢 是说用户量的一个增长 就是我们所说的用户就是说 中商用户 一个时间段的用户 中商用户的话 比如说我买个时间点 我推了一波东西 以后我可以 在一级的刚才用户 挂出这种理念 我有先品上 比如说我卖服装的 卖服式的 我有些新兴的一些产品 还有些细品的 也可以推给客户 对吧 但是说亚马逊 他可能我买个产品做爆了 他就是护的重构率 没有独立账高的 你讲到这个 我就想起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前两天我们有个朋友 他是跟我怎么形容 他的平台跟独立账 他是这么说的 用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是做亚马逊就是 反正作为卖家来说 他就是个贸易商 对 反正我卖的给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是叫Mary 还是叫Jerry 还是叫Tom 还是叫Amy 对他说他根本不关心 他不care 然后所以 反馈到这个 从供应端就是 甲乙丙丁供应商 你今天你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桌子 你是供应商是吧 你贵一点 不配合是吧 我不找你 还有好多人 可以跟我去做 类似的 还可以差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 小一点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供需两边 其实你都不太在意 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话题呢 其实是我们在那个8月24号 安可上市 安可上市那天我们在第二天做了一个分析内容 然后我们有朋友在朋友圈给我留言 问我一个问题 说怎么感觉安可他不像是一个跨境电商公司 我当时给了他一个这么一个答案 我说跨境电商的公司 为什么要给自己加个边界呢 他就跟我说 那如果这样子不边界 所以他的定义模糊了 然后同样的话 我跟另外一个投资的机构的朋友 我们聊起这个话题 他是这么信用的 除了刚刚我们描述的这段买方卖方 他根本看不到以外 他说安可本质上 他是一个互联网产品公司 他跟跨境电商公司好像真的是不是一样 那其实你看你现在又是做平台 又是做独立站 而且你产品是像服装 还有些其他的这种家居 其实也是热销品 你们认为你们现在是做跨境电商吗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做供应链 供应链 这个是很简单 你比如说你 我们就是说那么简单一点 其实说平台的本身 无非就是供应链 对一个高度的掌握 你比如说我们做独立账的话 可能SKU就是S1 GO 就是说你不断的铺 富士类的加基类的话 不断的上线 而且的话呢有个行的现状就是说 包括我们其实说也有一个参考的对象 比如说现在的Science 对吧 然后呢还有广州的一个Seqq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是从自建账转到独立账的 你会发觉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有类似 就是说他们卖得好的话 我们也在卖 就是说杠水在上面砸杠杠的机员 以后呢 控制杠杠的供应链来做 对你会发觉 但是说呢 从互联网前端来看 我们看他的话其实是图片 或者中端客户的话呢 他通过一个图片的一个观察 又还有些描述技术描述 其实他刚刚是没接触到产品的 对 就是说当他们就是说 大部分的用户 在下单啊 在 在下单 然后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掌握了供应链 谁的供应链掌握得快 掌握得强 那么就更多的机会赢得消费者 赢得消费者 一个更好的体验 才有更好的成功力 你会发觉我已经强调了 就是供应链 但是我现在的话呢 也是受控的供应链 所以说我这期过来跟阿米国交流也是这样的 有机会可以多应试供应商 对吧 我觉得他非常的对 你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你现在是本质上是做一个供应链管理 对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的 按照我们所理解 因为这个我本身也是做国际贸易出身的 那从出口在海外进口 回来中国做国际零售 从实体到线上线下 包括头顿时间去做海外舱 做分销 我对供应链这个词的感受特别深 但我不像Andy这样子 可能去做到一个to see的那么细分的东西 这里边有一个谬论 有可能是个矛盾 就刚刚我们所描述的一个场景 亚马逊的对供应链的需求 或者亚马逊eBay数码通知平台型 对供应链的需求 跟独立站对供应链的需求 理论是什么矛盾的 就没有矛盾 我们只是放一个经供应链或放供应链 这两个怎么理解 一个就是说你亚马逊的话 它本身SKU不用做太多 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看10款产品 有可能有5款爆的 我拿5款产品 准备50个账号一起做 一起铺 以后我5个产品的话 我抢占首页 对吧 我抢占首页的过程 那因为说我有干到的曝光量 以后每天的订单是有涨涨的 我将这5个产品做到爆的情况下 我再直接干供应链行 我每天有这么大的量 那你能不能保障说供应说我做到独家 或者是某个时间段 你给我供应都上 那我给你工厂大概干到订单 还有一个溢价的优势 这种是比较精的 对吧 还有一个账气啊 很多方面的一个后期的一个配合 对吧 那有了这么大的量的话 那我们又可以跟物流公司那边协商啊 你多久 以后能够能够保障我做批货 发过去 以后多久给你补货 所以说我们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但是他这种做法的话 相比独立账那样的话 独立账可能有十几二十万个二十KU 那么他又掌握的供应商比较多啊 我不可能每个供应商都这么爆啊 所以说他是有错重点不一样 你要么是你比如说我 有简单一点就拿五个产品来说嘛 你四个产品做八五个产品 已经算是很牛逼了 很牛逼了 对啊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块 我们可能掌握的空气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供应商 可能就是说 可能做一到两个产品 但是说我可能我同时会选一ABC 可能有放三个档极来 跟这供应商来掐握 比如说这个A 这边供应商出的问题 我找B我找谁 他有个配合的一个打法 那么我产品就不用像独立账 我东边东采购一个 西采购一个 因为你产品SKU多嘛 不是不是几个供应商能搞得定的 但是要我信 就真的是几个供应商搞得定 这种就是比较精细的供应链 那么这种放供应链的话 就独立账那种 我可能一个产品 这边没有我找另外一个 加拿鲜货 如果他没拿鲜货的话 比如服装类的话 我就可能花贵 让他们多定一两条布 可能就出过单款 出过一两百件 但是他多SKU这样压嘛 所以说你要面对供应商比较多 他都背景方案更多 所以说掌握起来 我觉得独立商供应链是最难搞的 因为说你产品多SKU多 因为说你要花更多时间 你供应商对接 大类的供应商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筛选的过程 是非常头痛的 你讲